我今天是要插入简单的空白列 并且空白列底下就保持白色的话 那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两行程式 所以其实程式非常的简短 其实基本上的话就是跑个回圈 那记得要反向 记得要反向过来 然后音色完之后呢 把他这一列的底色变成没有 这样的话就完成插入空白列的动作 如果你要删除空白列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颠倒删除 就63到3 那step间隔2 间隔的话2 那怎么知道是2 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你要删的 这边删掉换下一个61 那step间隔就是2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你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是建议最好可以把工作表复制之后 再来练习 不然的话如果你程式写错的话 它没有办法复原 MVPA没有没有办法像一般做 可以用Ctrl 自己复原 如果你没办法复原的话 那就 如果你没配份的话 那可能就完蛋 那就可能你就要重新开这个档了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拖拉加Ctrl 键 把它练习之前怎么样 先复制一个来练习 那做错了没关系 再把它删掉 重新再来过 OK 这样会比较保险 那最后当然呢 还有一些变化题 什么样的变化题 比如之前从我同学说 是可不可以我也把这个名称 把它插入之后 复制连上面标题都复制 然后并且再插入空白列 这个比较困难一些一些 类似像这样 把这个标题顺便也抠下来 每个每个都 因为其实好像蛮多地方 我们要做一些资料的时候 就会必须把它的标题 也顺便抠下来 那底下的话有个空白的地方 这样就很清楚了 1月 2月 这里下也有月份的讯息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东西 抠到那个什么空白的地方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抠过来的话 其实程式就一行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就是这边 插入空白列后面加一个标题 把标题抠下来 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A1到L1 抠到你指定的位置就对了 所以我copy的话 如果你要整个范围copy的话 其实只要一行程就可以 有没有把上面的标题 抠到我现在要 但是你只要指定它开头的位置就可以了 开头除尘格 也就是我将来如果要call的话 比如说我将来要call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跟他讲说我要A4的除尘格 那他就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放到这边来了 OK 大概是这样了 不过稍微已经复杂一点了 然后呢 因为我插入是两列 因为你会发现我这边是先插入一列之后 然后把资料call过来 再插入一列 把底下的资料把它删掉 所以其实多一个插入列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我将来要删除列的话 我就不能像刚刚这样 因为上面的话只有一列而已 现在有两列 那如果要删除两列的话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你可能要规则又不一样哦 规则的话你可能要再思考说 我要删除的列应该是从这一列开始 那下一列也要删掉的话 所以我要删两列哦 连续删两列 然后呢 再间隔 间隔多少 94到91 间隔多少 3 对哦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的程式要该如何写 其实也这样 for i 等于94 到哪一个呢 94到4为止 OK 但问题来了 如果删下一列呢 其实只要多写一个delete就可以 那delete就是把什么 那一列删掉 所以哦 Rose 94先删 对不对 再删哪一个呢 他的上一列 这个删掉 这个要删 所以呢 就写一个什么呢 Rose Rose 里面的话就i 减1就可以了 也就是如果他当他是94的时候 那就是要删掉93 delete 所以哦 删除两列 这样就OK了 然后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又有点难度了 而且蛮容易做错的 你会发现他就一直删 因为其实一直在删 OK 这样子 删除 OK 其实当然 没有问题 所以 如果有兴趣同学 我会把这两段 这个删除空白列 后面我加乘以2 乘以2的话比较好理解 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好 一样我把它就是格式化一下 然后让他看起来稍微变漂亮一些些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部分的话呢 好像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 列高的部分 像后来就有同学 老师 可是你插入的那个列不够高 我希望那个列可不可以让我高一些些 可以 你加一个RAW HIGH就可以了 RAW HIGH的话呢 就列高 你看50 50大概多高呢 其实你可以这样拉 有没有 往下拉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高度了 50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 50 过头了 50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 50 或者你这样 按右键 列高 输入50 50大概这样 如果不够 你就再自己调 你只要再加一个RAW HIGH 等于多少 他的列高 就会自动帮你调整好 OK 其实呢 同理可证 列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有个RAW HIGH的物件 如果说呢 你假设要针对的是蓝的话 蓝的话 叫做Colums Colums Colums 刮胡的话呢 两种表示法 这个一蓝的话 你可以输入E 或者是说你可以输入什么 输入AE就可以了 OK 类似像这样哦 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哦 列跟蓝 那所以多写个物件 那以后如果你要控制一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部分呢 去延伸 其实还蛮多可以做的 OK 所以 只要想得到的啦 滑鼠键盘能做的哦 基本上VBA都可以代表 绝对是没问题的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对应的物件找到 然后并且给他对的方法 他就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我刚刚主要又补充了两个部分 然后一个是这个插入空白列 并且再加上那个标题 一月到十二月的标题 主要是这两行 OK 我把它mark 起来好了 这两行 那另外的话就是删除 空白列因为它有两个因色 所以要删除两个 主要是增加这一个 好有没有 在I减 就是它的上一列也把我删掉 所以你看delete是两个哦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那大概差不多这样哦 所以在顺便就补充那个有关哦 将来如果你要针对什么 针对你的资料里面要插入空白列 或者删除空白列的话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绝对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如果他图法链钢 哇那真的很浪花时间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可以 可以那个用的哦 其实像那个列的哦 常常会遇到之前有蛮多同学就是说 他可能要删除某一列的时候 删除列有没有 比如那个资料里面假如有什么的话 就帮我把那一列也删掉 那以前的话必须用人工的方式去先去找到哪一些列 再把它删掉 哎那如果说你不希望用人工的方式找到某一列 资料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 把它删掉的话 那其实你也可以跑个回圈 反向回圈 倒过来找 如果找到里面有什么资料的话 一样嘛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OK也就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delete 这样的话就可以删掉你不要的那些列了 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完成 这个可能可以试试看 那这一部分的话也许我们就先日期时间的这部分先打住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待会这个部分就完成 然后再来就开启第四个单元的数学函数的那个范例档案 OK那我们待会就要接着来看有关数学相关函数的应用 好 好